好 電子跟飛電總是會互相的輪動 今天重電族群又回神第二天了 大家都在問到底是不是正式要反攻了 可是為什麼貨櫃卻沉船了呢 這樣子在飛電裡面的輪動又該怎麼抓 來請教我們的報價天王幸福哥了 今天歐線期貨是跌 但跌6% 陽明有必要跌到快10%嗎 真不公平 但是跌停到底是機會 還是一個我們要恐懼的事情 有沒有我們什麼看不見的 那另外今天你要全部大抓寶 航運 車子的生技還有重電 你全部幫我們掃一遍 對 其實今天幫大家準備的資料還蠻豐富的 真的很多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實早上貨櫃三雄其實都還小開高 長榮 陽明 都先開紅耶 好殘忍 旺海 都先小開高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上禮拜五 這個大概傍晚開出來的 上海的運價指數 現貨運價指數是漲的 所以其實今天早上 大家還是有點期待 不過沒想到 大概9點半 接近10點 馬上風雲變色 直接就灌破平盤 而且尾盤的時候 這三檔個股 雖然都沒有收跌停 但是盤中都有點到跌停 所以其實這個變化還蠻劇烈的 那這邊來利多給大家看一下 6月是漲的 是2022年8月以來新高 然後還有啟動貨櫃回流計畫 7月之前加增這個附加費 那當然利空是今天最新出來的 安理會通過這個停戰的協議 那希望以色列跟這個哈馬斯都可以接受 那歐縣這個部分 早盤就一口氣 因為這個消息一下就跌了6盤 因為他們這個 中國大陸的股市跟期貨 他們是有中午休息時間的 就是上午盤 然後大家去吃完飯休息一下回來 還有再開下午盤 我們是一股作息直接到1點半 所以每個地方的交易不同 這是第一個 然後另外我們今天會給大家提到 就是AM0組件 有東洋件也不錯 地保 提維 西件都漲的 還有今天重店 本來早盤也似乎要有一點想要 月月預示要接 有接起來一點點 但是沒有全面 不過還是有部分個股 像酒頂電力又漲停 合積滑成 今天都收漲 還有生計股 每一次只要大盤震盪比較大 就是資金也會跑到這種 就是相對比較安全的標的 就是剛好這段時間 它也比較沒漲到 所以也有一些生計股 今天表現還不錯 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就是說早盤的部分 這個是運價的指數期貨 那我們說過 其實這個東西 它會是一個非常及時 我們需要參考 特別是它在大漲一段 已經累積非常高的漲幅之後 它在高漲區 稍微有一點點風吹草動 其實它的這個變動 就非常大 早上一口氣 你看我們把它當成 一檔股票來看 高漲爆出一個大量 而且是把前面幾天的 紅黑棒都給吃掉 技術面我們剛剛講的 從4月份以來 已經累積不小的漲幅了 那不管是這個運價的指數期貨 所以呢其實 股價也會因為市場的風吹 小動出現劇烈震盪 而且歐線期貨我們剛剛講 高檔爆出黑黑棒 技術面也出現了賣出訊號 那這邊當然我先簡單給大家一個結論 就是如果你是持有者 跟空手什麼操作 因為今天我本來大概早上看到這個訊息 我有發一篇文章在我的那個 那個粉絲專頁上就說 告訴大家你要小心 因為今天盤中 很多人在那邊搓來搓去搶短 那我看下面一個留言很有趣 他說他好像是去忙一件事情 可能公司的事情 他說怎麼我去一忙回來就跌停了 很多人可能他平常買了就放著 他沒有特別去注意 但是在高檔區 有的人或者是空手手養的 想說我之前都沒買到想要搶短 會不會像之前一樣 一買隔天直接又拉一根漲停板 會有這樣的期待 因為之前航好往時代 跌停反而常常很多人覺得是好買點 沒錯 因為這個族群就是這樣 他敢愛 敢恨 敢漲敢跌 非常刺激 而且他量又夠大 所以很多人喜歡在裡面衝來衝去的 因為有些如果價差不是那麼大 或者說量不是那麼大 可能大家衝起來不方便 但是航運股幾乎黨黨都有量 而且黨黨呢 他的這個上下盤中的波動都夠大 所以其實做短線客很喜歡衝這三檔 那這邊我覺得持有者 如果說你從低檔區報上來的 我覺得你應該要先獲利了結一趟了 而且有的人怕賣飛嘛 至少要先賣一半 不要說好像怕賣飛了 那就一說報上去就報下來 至少先賣一半 空手的話先觀望 因為到底美國接下來會有什麼動作 或者說以色列哈馬斯接下來什麼動作 這個有點像神仙打架 我們就不要去參貨在裡面了 不然萬一的話呢 這個打一打被突然貓到一拳的話 你也是損失慘動 不用急著想要進場去搶反彈 這是空手跟持有者的一個操作策略 等於說高檔下來是第一天而已 對對對沒錯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除了這個貨櫃在這裡之外 我們今天也幫他準備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散裝航運 散裝航運這你看運價黑色是2024年 也慢慢有點翹起來 這樣看大家可能還不是很清楚 我直接把最近這五週的 所以這五個禮拜的這個運價呢 把它調出來大家看 譬如說像BDI指數呢 這兩週都上漲了 從1796到1801到1869 然後另外一個BDI海峽型的 也是一樣 從2584變2750到2977 也是慢慢漲 但是沒有像那個貨櫃一下 可能一個禮拜漲個10幾% 20% 沒有那麼誇張 它就是慢慢漲 慢慢漲的話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觀察 其他相關的個股 好那我們直接看一下陽明跟萬海 你看爆大量 然後黑黑棒 而且有 法人 之前其實有賣了 這兩天稍微有點賣 但是高檔區你可以發現 這個投信 已經有稍微在高檔區 做了一個比較大的調節 整體的持固比例也有降下來 這是萬海的部分 這個陽明的部分 然後萬海其實你可以發現 這三檔個股 甚至包括長榮 他們K線其實走的都很像 就是之前大漲一波 然後高檔爆量之後呢 可能就要開始進入整理期了 而且如果運價回得又急又快的話 可能他們一波回來 也會回得又急又快 這是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所以針對這樣的個股 我是建議如果最近你要看海運相關的話 可能回過頭來看 基期比較沒那麼高的 散裝會比較好 而且不是一直在講南美股嗎 是是是 沒錯 南美股到底要運了沒有 所以其實你可以發現 你只要不追高 雖然它走比較溫吞 比如說壓回到月線季線這邊 你再去進場 其實相對風險是不高的 而且最近投信跟外資也有在 這是有關於這個航運的部分 好 然後另外呢 今天還有一個重要重點 就是為什麼台股會開高走低 雖然盤中有過新高 但是壓回來的同時呢 就是因為台幣今天是比較弱的 比較弱的 主要是因為就業市場太強了 然後大家覺得是不是聯準會呢 降息的時間就延後 所以今天呢 這個台幣呢 一開盤就大概扁了超過一角 那大家去想 既然外資有可能因為台幣貶值賣台股 但是呢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如果這家公司或這個產業 它是收美元為主的 那是不是新台幣貶值反而是對它有利 那AM零組件就是這樣的一個代表 那利多這邊 其實我們講過非常多次 我快速講一下 就是美國的保險公司 開始大量使用的AM零件 然後呢 每年的旺季 是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 但是今年很多都淡季不淡 淡季不淡 而且美洲貿易戰之後呢 本來大陸賣的零組件 可能也會被一些限制 所以呢 也會擴大對台灣的採購 這個是目前看到的情況 那我們直接講兩檔個股 一檔就是5月的營收開出來不錯 也是年月雙征 而且呢 它因為它東亞有個好處 它會公佈每個月的字結束 所以它5月 很透明 對它5月出來的數字呢 又是創下歷年的同期新高 所以你可以發現 其實它第一季的EPS 已經接近兩塊錢了 它現在的股價呢 在月季線附近來回震盪 而且它 對它最新有個消息是 它有被納入 那個中型100的成分股 那一定就是投信之前有賣嘛 那你被納入中型100就是投信之後 又要再買回來 而且 外資最近也是在在拉回的時候 有做佈局 這個是東亞的部分 現在今天收盤是大概119-120 基本面很好又在盤整 然後另外一檔是這個做車燈的提位息 其實你可以發現 它的獲利數字比東亞更好 剛剛東亞是1.98 它是2.01 賺兩塊錢 而且是創掛牌以來的歷史新高 那你可以發現5月營收也是年月雙征 月征1.5年征0.7 而且重點是它的股價是還不到100塊 低計算2塊 現在股價是 今天有創高了 70.6收下來 所以中長線來看的話 其實它的本利比也不高 那只要東洋或地保 這些領頭洋再往前衝的話 包括提位息 包括像耿頂等等 我覺得都有機會 而且是新台幣在貶值的虛勢下 對於他們的營收跟獲利 其實是有幫助的 而且本來今年就已經呈現 淡季不但剛剛有講 可能因為整個美國的使用習慣 已經在改變了 是 沒錯 所以水手們可能要注意了 適度的獲利了結 可以降低您持股的風險 不要走開 廣告回來之後 要來告訴您 到底重點族群有沒有可能大復活 還有生計的基本面也不錯 生計月也要來 好 手上重點股的朋友們 對於這兩天的反彈 可能會有一點又期待 又怕受傷害 是不是只是反彈而已呢 那生計股又常常一日行情 好 八家天王繼續幫我們講了 華晨連漲兩天 上個禮拜五跟今天都有漲 但是中興店今天有點獨槌淚 到底怎麼看重點族群 因為前一段時間 這個電子股跟AI股太熱了 所以反倒是讓這些 低劑大漲獲的 這個不管是重電也好 或是電線電 休息滿長一段時間 那現在資金又有點輪回來的 這個味道出現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四家公司的展望 中興店在手訂單410億 今年目標再新增300億 亞利也不錯 訂單看到2028年 華晨向來是這個重店的領頭羊 市店現在手上的訂單也超過400億 其實目前看起來 訂單的能見度其實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這邊快速的幫大家看一下 5月份營收 那截至我們做資料的時候 其實華晨這還沒有公佈 市店也還沒有公佈 那已經公佈來看的話 像中興店年增率大概有10%也還不錯 然後呢其他一些所謂電線電纜 比如說像是這個紅胎 大三年增 年增將近5成 49% 還有呢是這個華電華融也都不錯 其實從他第一季的這個財報來看的話 也都是有賺錢的公司 甚至有的殖利率還不錯 有5%以上的還有3.8% 3.26%其實都不錯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有獲利 而且有營收成長動能的一個產業 也只是說第一季真的很多都漲很多 一倍甚至5成以上的非常多 那剛好現在資金有輪回來 那接下來的操作策略 我給大家一些建議 比如說以這個華晨來看好了 這一波他是從988跌下來 將近1000塊 哇 最低的時候曾經跌破700塊 從988到跌破700塊 我們就抓回300塊錢好了 哇 其實回檔的幅度也 也不像 對 三成了 三成了 那當然有賺錢的公司呢 他回檔這麼深 其實也應該要適時的來出現個反彈 而且呢 剛好最近 你可以發現 他這兩天反彈都是有帶量的 對 量是有出來的 也就是說呢 因為季縣在這個位置上 他已經來挑戰第二次了 挑戰第二次 上次來挑戰第一次嘛 對 失敗 不算成功 然後這邊第二次 其實今天收盤是有收上去的 是 那能不能夠進一步的吸引 這個特別是投信法人的回補 我覺得會是一個重點 因為之前在高檔區 就是被投信給賣下來的 有沒有 這邊 跌比較多的時候是投信在賣 所以 投信的回補 我覺得對於像 華盛這種比較偏中小型的個股 籌碼上的這個穩定度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是第一個 那其他當然以此類推 那另外呢 是電線電纜的部分 我們今天挑的就是一檔 算是之前股價整理比較久的是這個合肌 你也可以發現 之前那一波四月初的時候 哇 很多電線電纜股就是短短 大概一到兩週的時間就直接噴了50% 噴了50% 然後最近的股價就有稍微拉回到月季線附近 因為其實這個相關的電線電纜股來說的話 其實也是政府在電力政策上一個非常重要的 要來去做搭配 這樣子我們的電力供給才會更完善 那你可以發現一樣 他在這兩天的往上漲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有回到了月線之上 再來第二個就是一樣都是有出量 幸福哥昨天基隆又大跳電 大家可能又會聯想到 但是像電線電纜跟銅價的關聯應該蠻高 銅價最近幾天表現是蠻脾弱的 對 所以我是建議 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看漲才追 因為這一段時間大漲是剛好有那一段 銅價也跟著往上飙 所以他一飙出去有人覺得說 哇 會不會一追出去 股價就像上次一樣連噴三跟連噴四天 這一次比較不會 因為剛剛我們趙華美女講的那個重點 這一次銅價比較沒有像上市一樣出現急噴 所以它的走勢會比較偏震盪 如果有再度稍微壓回來接近月線附近 那時候你在進場 我覺得你的成本會更漂亮一點 這是有關於電線電纜的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也是傳統資金避風港的部分 就是生技醫療股 今天生技不是口罩嗎 保護有日本十人件然後就大漲嗎 因為今天有個新聞就是說 要搭美國的順風車 就是美國的這個安全法案列車 也是要掀起赴美潮 因為很多東西他們發現 如果說在中國製造 對於他們來說可能安全性保障不夠 那這個這個除了從電子半導體之外 好像似乎連生技醫療業 也有這樣子的一個新聞慢慢開始出來 所以台灣生技業呢 也有很多往美國去做投資 不過這比較長線 但是呢我們就目前看得到的 如果大家可以營收跟獲利 來幫他去做一個篩選的話 篩選出這些就是第一個 平常都是大家可能 比較耳熟能強的公司 或者說呢 營收成長動能比較強的 像我們篩選這幾檔出來 這個月營收 YLY年增率都是正的 然後呢這邊我們也盡量挑 法人有買 比如說這個 藥還藥是投信在買 那或者說這邊有 保瑞士外資在買 或者說美食等等 這些都是有 然後呢也是盡量挑有賺錢的公司 還有殖利率如果也不錯的話 也可以把它放進來 像大疆還有聯合 都還有4%以上 都還有4%以上 那其實呢 我覺得生技股是這樣子 因為第一個它非常的 算是一個特殊的產業 特別是在新藥研發上 每一家公司呢 它研究的方向不同 它現在進入第幾期的狀況不同 所以其實研究這個新藥 可以說是 就研究一個完整產業的意思 那像藥花藥來說的話呢 最近它的股價就非常的強勢 到今天盤中還一度攻到500塊 這個算是一個整數非常重要的關卡 那當然攻不可沒就是投信 投信之前在低檔區 你對上來有買一點 你買完之後它先漲一段 然後呢在這邊它也沒有出喔 那這裡完之後它這邊又再加碼 對又就創新高了 那當然到今天創新高的話 我們是不建議大家去追 而只是告訴大家說 其實在生技股裡面呢 似乎也是有領頭羊在帶著往上跑 只是說可能這個資金的擴散效應 目前還不是特別明顯喔 這是第一個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是獲利狀況還不錯的 之前有報導量拉回之後的 比如說像深達 因為生技股是這樣 有時候它平常可能量不是特別大 如果你一看漲才追的話 其實這一根啦 這一根大黑K好經驗 你可能就會被修理到了 想說哇前一天有大紅K棒又跳 又帶那個跳空缺口 而且呢前一天 這個量也開始慢慢出來 可是你看去追的話 可能會追在高點 但是如果說你願意耐心等到它拉回到月線附近的話 其實它的營收跟獲利也是不錯的 而且你看喔 外資的持股也是創一個波段新高 所以通常做這種比較 平常量不是特別大的股票 有時候你不能看漲才追 最好耐心等到它有拉回來的時候 你在進場 這樣子的話呢 才不會容易出現追高殺力的情況 好生技真的範圍很廣喔 新藥可能它是轉虧為盈 還沒有大賺錢 對 但是像深達這種可能獲利就是穩健性的 比較穩一點 對 所以大家可以去挑 是 投信支持的也許股價會動 是 那至少這種有殖利率保護 是 沒錯 好非常謝謝幸福哥